一輛機車高速往前衝 這一衝就往人家靈堂裡 撞了進去 回頭再看一次 對上轎車占據整個車道 另一頭女大生騎機車 疑似沒看到前方有靈堂 才會完全沒閃避 直接往靈堂撞 直到發現闖了大禍 女大生趕緊將車騎出靈堂 我提摸他 然後呢 因為就沒有 就有一台要會撐 然後沒有看到 沒有對方就 他變成這樣子 然後我完全沒有看到東西 所以就撞到商家 只是這一撞 棚架裡原本架好的木板鄰堂 全被撞跨 一旁花欄散落一地 這裡可是隔天要停靈的地方 商家很頭痛 這下要怎麼辦喪禮 那衝進去的情況下 沒有去撞到橫板 那就整個橫掛進去 告別市場裡面 那整個花布置的部分 整個都毀了 肇事的謝信女騎士 目前就讀大學一年級 據了解當時他由於太害怕了 才會在第一時間逃離現場 但隨後又折返回商家道歉 學生的部分他 據當事人告知 那學生的部分三根牙齒掉了 然後也縫了八針 由於告別市會場布置 被女學生撞壞 商家要求賠償 女學生與家長以兩萬元與桑家當場和解 記者賴冠章 陳芷芳台南報導 有種特性的財道 林 實在